立委省智慧台中服务处电话没停过 全是打来报名 6月1号北上挺寒 工作人员电话接到手软 报名表写得满满 支持者自发性报名比预期更踊跃 像我个人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 一家三姐妹的 然后也有夫妻党的 还有妈妈带小孩的 电话打不进来的 有人干脆亲自走一趟 电话很难打就直接过来了 我们已经闷太久了 终于有一个韩国瑜来替我们出头添 韩粉自发性用行动支持韩国瑜 重现三山造势狂潮 韩粉引颈期待6月1号开到大会师 甚至会说才开放报名两天 原本预定30辆游览车 人数太踊跃 现在可能得追加到100台 我们先是50辆为基准 然后再每10辆每10辆每10辆往上追加 但是30辆已经超过了 韩粉大团结 有人要一块北上 也有不少人早早订好车票 要自行北上相挺 要延续这33造势 自动自发 全是自发性的 那当然最多的还是高铁 还有台铁 不止台中 苗栗瓜农 在自家种的南瓜上 磕了韩式金句 磕金句一旁还磕着Q版韩国瑜 瓜农说舍不得割爱的十多颗南瓜 6月1号当天都要带着 和家人好友一共20多人 自行开车北上 希望有机会 能把金句南瓜亲自送给韩国瑜 告诉他 韩粉挺他挺到底 记者综合报道